究竟是什么动漫可以用一集讲完国产爱情电视剧的爱恨情仇 相识、接触、联系、表白、分手再到复合 统统只要一集解决 这就是爱情番中的最强豪杰 林作的怪同学 传说中的超人环一节更比六集强 它是我目前为止看过最长的番剧 居然有整整13季 故事的男主齐天春 是个整天讨课还会打架斗的不良少年 开学第一天就直接把人打得送进医院 但从这个血迹来看 我感觉把人送进骨灰壳都不过分 可谁当吉田是一个超级学霸 只要他愿意四次都能考第一 而故事的女主水谷虽然也是个学霸 可却是一个坐在后排的学霸 她坚信只有学习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每天她醒的时间都是用来学习 两个人都跟正常的学霸完全不同 所以他们也是临座 但性格实在让两人一直都没有交集 一次老师安排水谷给吉田送笔记 结果就让吉田误认为水谷想跟自己做朋友 老师得知吉田把水谷当成朋友后 便让他帮忙全吉田回来上课 经过调查 学校得知当初吉田入学的斗护事件 是高年级有错在先 于是便撤销了对他的处分 可吉田却因为被误会而对学校很有怨言 这就是两人的相识方式 而所谓的接触 是吉田主动找上门来 在一次下课后怒走了水谷 两人面一起共进了晚餐 可这时却有人来找吉田借钱 一句 哎呀我们不是朋友吗 就让吉田心话怒放 瞬间就把钱借给了别人 水谷也算是明白了 吉田这人不是脑子有问题 就是脑子有问题 于是便好心提醒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瞧杂的 这句话让吉田弄住了 就当你以为这不丁不丁的东西 是吉田感动的泪水时 他已经将桌上的冰饮料 倒在了水谷的头上 原因是因为他认为 水谷就要评价自己的朋友 很不道德 从没有说过这个气的水谷 自然一牙还牙 那桌上的冰淇淋 也弄到了吉田的头上 于是开始你醉我感 这画面丝毫不像 又以小船翻车的样子 毕竟俗话说的好 大事情 马是爱 这又打又骂 才是爱情啊 于是水谷第二天 就找到了那些借钱的小混混们 警告他们不要利用 吉田的善良为所欲为 这过操作算是彻底的 让吉田感动到了 虽然没有不丁不丁的眼泪 但吉田也是赶走了小混混 然后亲自送水谷回家 这次不丁不丁的眼泪 终于流了出来 他直接表示 只要有水谷在 他就愿意回去上学 还当场表白 说自己可能 喜欢上了水谷 这可把水谷吓得不轻 他认为吉田是把友情 错当成了爱情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 吉田就真的来上学了 并且还给他的连人神迹 水谷去哪里 吉田就跟哪里 本来是很讨厌这种连人心的 但是很快 水谷就把吉田当成了敌人 因为他唯一拿得出手的学习 还要被吉田之路学成绩第一的人 压一头 所以他决定要更加努力学习 只会跟吉田一决高低 来看看谁才是连机第一 为了好好学习 更是来到了其他班级 只是因为不想被吉田干到影响学习 回家跟屁从吉田找到水谷后 却看到之前被他打得小混混 以为水谷受了欺负 打算替他出气 于是摆出架势 结果狠狠地打在了水谷的脸上 这算是打在了水谷的神情上 于是他正是跟吉田绝交 世界好朋友的吉田 整个人就跟飞了没区别 对学习也不上心 于是水谷成功拿下了连机第一 但是他却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他发现自己好像 也喜欢这样的吉田 于是主动找到吉田 表示自己并不讨厌他 所以吉田便又开始继续连在了水谷身边 而水谷也渐渐地感觉 是没有这样的人跟着 似乎也并不理想学习 并且两人的进度超快 在一次黄昏下 吉田直接抢吻了水谷 谁敢信 这才是本番的第一机 这绝对不是开车 这简直就是开火箭啊 但两人其实也并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在一起 后来有一次 水谷在学校的天台休息 等醒来却发现 自己竟然躺在了吉田的腿上 他立马想要爬起来 结果吉田却一把手 把水谷给按了下来 瞬间他的脸就红得不成样子 但身体却很诚实 他不得不承认 躺在吉田腿上看着天空 是那么的幸福 而曾经他只顾着学习 根本没有心情感受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 于是为了这份美好变得更好 水谷竟然直接A了上去 大胆地说 我喜欢你 不过下一马就突然害羞紧张地 冷汗直流 而吉田竟然还不断反问 你要跟我在一起吗 你要跟我在一起吗 搞得水谷最后实在害羞的不行 而说的自己是在开玩笑 结果吉田竟然因为水谷否认 喜欢自己而感到高兴 这让水谷顿时愣住了 他突然拿捏不了 吉田对自己的感情 他究竟是喜欢自己呢 还是不喜欢呢 不过很快 他或许就得到了答案 因为之前一直利用吉田的善良 把他当成人肉体管机的山口 来找吉田道歉 不过道歉就道歉吧 这时候他在水谷的身上 是什么意思呢 吉田自然也看不下去 一拳打了过去 这不就是暗示的很明显了吗 我的女人你也敢碰啊 而今天吉田又为自己养的宠物鸡 做了鸡窝 正好缺人手 所以就让山口他们帮忙处理 仔细回想 因为水谷的出现 本来就没有什么朋友的吉田身边 开始慢慢的变得热闹 夜晚 吉田送水谷回家 又是那个命运的楼梯 水谷竟又一次主动告白 这一次 他不算脸红害羞 而是一脸签订 但是吉田并没有急于真正的回应 不过水谷也能从吉田的话语和反应得知 他是喜欢自己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答应自己的表白 不过水谷也并不扭捏 而是很干脆地表示 自己会令吉田真正喜欢自己再说 所以两人的关系 因为这一夜有拉近了很多 吉田因为水谷而开始上学 于是成绩总能拿下年纪第一 对此水谷再也没有感觉不甘 相反 他很喜欢看到吉田小强的模样 但是吉田只有在看到自己的时候才微笑 于是他对无助吐槽 吉田就高冷的样子 为了不辜负水谷对自己的期望 吉田对任何人都开始展露微笑 结果女生见到这该子的微笑后 竟都纷纷沦陷 周万岳的方亲纵火烦 水谷自然是吃素了 可天堂好轮回 吉田因为哥哥幽山的出现 而吃了一回处 他似乎很害怕见到自己的哥哥 一看到幽山 整个人就头也不回地赶紧跑开 可是吉田死活就是不讲他跟哥哥之间的事 不料隔天 幽山就直接约走了水谷 还特地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了吉田 就这角度 就这表情 不过是在暗示 你的妞 我带走约会啦 水谷可以说是吉田的逆宁呢 不想跟哥哥见面的他 最终为了水谷还是赶得过去 只会让哥哥离水谷远一点 兄弟俩似乎关系真的很糟糕 但是有水谷在 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哥哥是奉父亲之命来带回吉田 因为他整天乐事 所以父亲是真的不放心 但哥哥现在看到吉田后 觉得完全没必要回去 一切都是因为水谷的出现 也是在水谷的调节下 让兄弟和解 但是很快 第三者的插足就来了 因为上次吉田请勇薇 就下了一个眼睛女孩千贺 这女孩竟对吉田一见钟情 每次见到吉田 倒是面红耳赤 就这身形对视一看 就问题很大 可吉田却是一脸傻笑面对 最后没有注意到水谷 那可以杀人的眼光 因此还在有一天 看到千贺独自吃饭 紧坐起来跟对方聊了起来 于是千贺便有机会来打听吉田的事 他也看出了吉田跟水谷走得很近 想要试探一下吉田的态度 没想到吉田竟然直接笑着回答 水谷是他喜欢的人 这句话让千贺顿时傻眼呢 哪有难的回答这么自前 才训告开始的暗恋就这样结束了 不过吉田跟水谷都超干脆的 好喜欢这样的男女主哦 而本以为千贺可能会走上 逾一擦路线 结果却因为他的存在 反倒打了助攻 正常人都看得出水谷对吉田的喜欢 但吉田却总是没有读懂他的感情 这让千贺都看不下去了 脸不知吐槽吉田到底有没有淡淡 虽然这波助攻让水谷醒悟 自己不能这样等待吉田 先接着最主要的事情还是学习 所以他对吉田的态度瞬间转变 这反而让吉田傻了 他是喜欢水谷 但总感觉还没有到交往的程度 可看到现在水谷那一脸冰冷的神情 他在车里明白自己是多么离不开水谷 并且在之后的学员季 看到山口跟水谷待在一起 做谈字是说翻就翻 直接对着山口就来一圈 却不小心打在了水谷的脸上 这下爱情的小船是彻底翻掉了 但有一天 水谷却亲眼梦底先贺 跟吉田告白 危机感顿是由来而生 加上白天被山口等人开到 其实自己就是在自欺欺人 于是又到了熟悉的深夜 这次水谷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说远几天的真正原因 只有太喜欢了 一想到自己的情绪被几点左右 这让他根本没有心情学习 于是他特别害怕 可是他又很想很想去尝试 面对这份感情 这次交谈那两人也算是默许的关系 但故事还没完 因为山口竟然也喜欢上了水谷 自己的好兄弟竟然就是自己的情敌 这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的兄弟喜欢你的爱人 这糟糕的情况你要如何处理 山口现在见到水谷 也是会像小女人一样害羞 就连看到背影很像水谷的人 都会忍不住上前 最要命的是 几天进来也发现了这个事情 还很直接的找到山口问 你是不是喜欢水谷 山口也是一个很干脆的人 很直接的承认 这部剧的角色是真的牛逼 一个个都超级干脆 又不能打死 所以山口完全就是一个潜在威胁 于是在连开着拳天后手的水谷 丝毫不给山口跟水谷独处的机会 甚至还在开派对的时候 故意跟水谷亲密接触 于是你就能看到水谷吉田两人 各自的亲笔 就像吃着屎一样难看 但最终山口还是找到 跟水谷单独相处的机会 其实山口这人也算是正人君子 人家虽然喜欢 但也没有出什么狭三难的招数 一切不过都是吉田甚深道道 因为水谷小呼吸 正好山口也要去 于是吉田并想到表哥 也给自己报名 但以吉田这部上课 都能拿联级第一的成绩 完全没必要啊 而且有趣的是 水谷单独找到山口表示感谢 多亏他上一次的开刀 所以决定去面对这份感情 何者这部班的情敌 竟然都在打出攻 山口帮水谷理清了感情 自己却乱了心 千鹤替吉田解读了情感 自己也乱了心 要不你俩干脆在一起得乐 好惨啊 而在这熟悉的夜晚 熟悉的楼梯道 水谷也终于鼓足勇气 又一次告白 他知道吉田不想 让自己去补习班 是因为担心 可是他喜欢吉田 他想用这个告白 让吉田放心 气氛逐渐变得粉红 看着吉田露出那温暖的笑容 水谷以为能够得到回应 可不可以让吉田去吃说 那么可以不去补习班吗 明明互相喜欢 却因为吉田的底情伤 而迟迟无法确认关系 水谷受够了 吉田完全没有在乎水谷的表白 一脑门就是不想让水谷 跟山口去上补习班 于是整天还是跟在身后 骂骂咧咧 竟然无法说动水谷 吉田立马转换攻击目标 一个罐头打算扔到山口身上 却不小心扔到了水谷头上 这下水谷的神经是彻底被刺激到了 他想要做的事情 由他来决定 学习是天 学习是最大的 谁也不能阻挡他对学习的追求 看到生气的水谷 吉田没有纠缠呢 主要是他有跟不进补习班 于是一人在语间中独自思考 他想了很多 有自己的哥哥 有山口 更多的还是水谷 结果水谷竟然就在他的身后出现 这一刻 吉田终于懂得表达 一把抱住了水谷说出 我喜欢你 两人总算互道了感情 而要说几点有多浪漫呢 为了抓一只会发光的虫 在整个城市寻找 只因为他认为这么美的东西 如果能跟水谷一起看 一定会更好看 而此时让雷又在熟悉的楼梯 熟悉的夜晚 那时会发光的虫 也出现 全搞 环节 撒花 真正会说有13G 其实也是因为两人 虽然表白都很干脆 但就是能看的桌集 就是不能在一起 否则是撒完一波接一波 因为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人 却还是走到了一起 在剧中 你能看到很多青春时期的影子 谁说青春爱情剧 不住一定很有多胎 平平凡凡 长长闹闹 不正就是我们曾经的那份纯真吗 全面所有人物设定 都让人很日常喜欢 没有绿茶 没有表杂 接着强烈推荐 关于看原片 因为还有很多日常 以及角色 我没有提到 不单单是爱情 剧中的友情 也是让人看得很欣慰 到时候